哈嘍大家好,我是滕滕,我們今天呢來分享這個神禮師章的需要禮包碼 還有這個 新手的角色推薦 好,那我們直接來兌換我們的禮包碼 要兌換的話,我們點擊右上角的福利 然後接著在下方往右滑 然後就會出現這個啟動碼兌換的地方 我們點開這裡,然後在這個視窗輸入啟動碼 VIP 123 VIP123 然後確認之後點擊使用 可以獲得100鑽石還有10個神域 召喚券 那第二個呢是VIP456 VIP456 一樣有10個神域卷軸 接下來是VIP 789 VIP789 好,一樣接著使用 那接著是 VIP 648 VIP 648 這裡可以獲得一個A級任選 那再來是 VIP 123 VIP 123 好,接著是 VIP 888 VIP 888 然後接下來是 F FDSY666 FDSY66 然後接著是FDSY888 FDSY888 最後一個是FDSY999 FDSY99 FDSY99 好,這邊就兌換成功 然後接著呢是來介紹一下 目前這個遊戲的最強角色還有一些可以推薦新手 抽的角色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眾神降臨 那首先要介紹的第1隻呢就是我們的 深淵哈迪斯 那他呢是一個其實是蠻強的角色 而且他的這個屬性呢是黑暗 黑暗的話就相比於其他屬性 就比較難抽一點喔 所以感覺相對起來會比較強 那比較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這個普攻 普攻呢雖然是 沒什麼 感覺是還好 但他可以降低40%的敵人攻擊力 那第二個呢是他的必殺技 幽冥才爵 他可以降低敵方的40%防禦力 那這40%防禦力其實蠻多的 然後可以看到他這邊最後一個普通的靈魂碰觸被動技能 他受到攻擊時會有20%機率時普攻獲得 兩次吸血效果 這也是提供他一個蠻不錯的續航力 然後呢由於他是近戰嘛 然後他可以看到他比較 最強的是這個 他反擊風暴 他在受擊時有可能會進行反擊 所以的話只要敵人拿普攻揍他 他可能會受到比他所造成的傷害要更多 就直接被砍 而且他被打的時候還可以再繼續吸血 也算是一個蠻不錯的推薦的角色可以 如果大家有抽到的話 這個真的是歐洲人 好那接下來第二個呢來介紹一下每個遊戲都應該是要有的這個 輔助 補師角色 那這裡分別有這三隻輔助 輔助上面就類似像是有一個十字架 然後這三隻呢比較推薦這隻是木系的 木法 智慧女神雅典娜 可以看到他的普攻 普攻就是造成傷害 這個就還好 然後到第三級他會提升最虛弱的 5% 生命值 那第二個必殺技呢他可以恢復生命值 然後可以免疫控制效果 這個免疫控制效果其實是蠻厲害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會選他的 因為其他兩個的話好像是加那個護盾 然後火系的話就是加攻擊力 那我覺得這個免疫控制效果應該是相對這之中來說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第三點的話他的閃耀 閃耀呢可以賦予一個木盾 這個木盾其實 還加蠻多的這個護盾 可以有效的保護這個 最虛弱的友軍不會馬上被擊殺 而且 最後一個 他的鬥志 他每次行動後會隨機進化友軍身上的一個debuff 要是這些弱化效果降低灼燒 這個的話這個拿來做一個輔助角色其實蠻不錯的 不然你看一下其他的像種火系的角色 火系角色是提升攻擊力 有雖然是40%但我覺得輔助的話 應該要專門做輔助的工作 要不然這種可能是專門塞在那種 暴力隊伍裡面 就是感覺是一回合就要 對敵方造成強大的輸出 然後下面的話這邊是提升行動條 所以的話這個火系 應該算是比較在 對啊就是剛剛講的 專門在強化攻擊力 接下來呢這個遊戲呢除了近戰的戰士 還有輔助法師的話 那剩下的話就是比較 常見的就是我們的法師 那法師的話可以推薦這兩個 一個是火法師然後一個是冰法師 我們先來看火法師 火法師叫火怨女神 赫斯提亞 那他呢就是 可以看一下他普攻 他可以對兩名敵人造成傷害 而且到三級的話他可以有機率灼燒這個敵人 要先記得這個灼燒敵人的這個效果 然後第二個點的話他的是烈武 烈焰共武 他一樣是可以造成敵方傷害然後一樣可以造成 灼燒的效果 好 那他前面講那麼多灼燒效果其實就要為他這個 第三個主動技能做鋪墊了 他的 簡單來說他就是會把敵人身上的灼燒效果 直接引爆然後造成傷害 他會直接就是直接引爆 他就直接計算 假設他燒兩回合他就直接把兩回合傷害直接計算出來 然後還會再額外多增加這個傷害的增幅 然後第四點的話其實也是蠻厲害的 他每次暴擊就可以提升自己的暴擊傷害3% 最多可以 疊加10層 那這只是最基本的一級 可以看到他這邊逐漸升到 假設已經LV5的話 他可以提升20層也就是說這邊5%乘上20就等於是100% 接著最後一個的話可以來看到我們的冰法師 冰法師其實也是一個蠻不錯的 新手法師選擇 但是他的死亡預兆呢他可以冰凍敵方的敵人 這個就直接控制住 但是機率25%其實也是蠻高的 那第2點的話他的命中難逃必殺擊 他是對所有敵人造成傷害 而且他是100% 冰凍住敵方一回合 所以就等於 敵方限制那一回合都會有辦法輸出 接下來第3個的話是亡靈居所 他可以對控制狀態下敵人造成傷害提高30% 那也是說你這些冰凍啊或者是有其他的那些控制的那些 效果的角色也可以跟這個冰法師做搭配 那接著第4個的話就跟剛剛的火法師是差不多的 不過他是 暴擊傷害嘛我們的冰法師 是這個鴨魚水型喔是提升攻擊力 可以看到他最高的話是8成 然後8%也就是說8%64 再多增加自己的攻擊力60%真的是 還蠻強的一隻角色 好那麼這應該就是我們介紹的這一些角色啊 新手的話就可以來抽一次這個10連抽 10連抽必得一隻S級英雄 好那我們來抽看看 這感覺這個遊戲看起來是蠻好玩的 他是一種戰旗自走 自走旗的戰鬥風格 一隻飛天小馬 美迪亞 我們最後一隻應該是要加在 喔來了我們的S級角色 泰宇美神 阿弗洛迪特 他是弓箭的我們剛剛沒有講到什麼弓箭 那就是新手就直接抽到這一隻喔 來看一下這隻角色 對弓箭手 然後這是 傷害是蠻高的 而且還有機會降低敵方的防禦力 然後可以沉默 你感覺這個也是蠻厲害的 第四個的話對敵人造成傷害 有機率魅惑 感覺真的是還蠻強的一隻角色 好那麼就直接把他裝備上去 然後我們最後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整個遊戲的 戰鬥 我們要兌換角色的話我們就把這個 架架 然後上陣 然後按開始戰鬥就可以了 整體的戰鬥模式就是長得 像是這個樣子 是自動戰鬥 所以不用花費太多CD 可以看到下方他這邊有這個 技能冷卻 很驚險的完成了 好像是我們都還沒有升級 我們的角色 好吧那我們今天這個 神領師章的需要你幫我分享 以及這個新手 首抽角色推薦 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拜拜